如何让员工24小时都有福报可想 第一步 让员工在家里的电脑搜索远程桌面连接 第二步 输入他们工位电脑的IP地址 第三步 感谢老板这一段24小时的上班机会 飞利浦27M2N510P 2K240Hz刷新 100%sRGB 只要1789元 新增卡拉比契联名款 礼盒附赠键帽 兑换卡 挂链 雨伞 鼠标垫等 后续还有白色版本 还有更便宜的27M2N510J 2K180Hz 只要1289元 更有性价比 两款显示器我们都有评测视频 电部新增机箱电源散热器配件 巧思博Z20纯色369 壮色399元 立民TF7硅脂 只要9.9元包邮 雅军W15三代硅脂19.9元 工作室使用同款 猫头鹰风扇全情号全网低价 旗舰A12X25只要199元 TRYX那个传卖屏幕2699元 谁的 我们只要2299元 让你少花400块 还有ROG追风者 瓦尔基里VK 猫头鹰 海韵 乔斯伯 雅聚 利明 银光等 受限于很多厂家有限价 具体问客服实际价格 非常优惠 欢迎来店铺潮玩国度数码选购 hello大家好 我是喜欢给员工发福利的间隔 为了让员工强入到奥西世纪 最前连的福报 我绞尽脑汁 常为苦心的想了一个点子 主要让员工在家里也能跟上班一样 那么就24小时有福报可以享受呢 说来说去就是让公司的局域网内的电脑 可以被外部连接 相信各位老司机肯定翻过来 内网穿透嘛 本期是一期尝试 大家无需纠结视频里的表现形式或者关爱风格 如果对网络内的话题感兴趣 弹幕也好评论也办 多多互动 我们也需要受这些反馈 了解观众们的兴趣点 我们这次使用的方法是虚拟专用网的方案 为了方便过程 就全程会使用这个叫法 而不是大家最熟悉的那三个字母 大家顺点腦内转换一下吧 我们工作时有公网IPv6 但是没有公网IPv4 相信大多数观众家里的宽带也是如此 不妨参考我们的方案 那么开始教程 使用软硬路由都是可以的 但是它应该是负责拨号的主路由 系统应该是OpenWT或者RMM之类的衍生版 版本2.03级以上 我们视频中演示的是MM23.05.2 大家可能会问系统和版本要求这么严格吗 后面会讲到细节时我们会具体解释 系统配置到可以正常上网即可 Lucy系统软件包 点击更新链板 更新源 最下方是Signature Check Pass即可 安装Lucy Proto WellGuts和CryinCode两个包 注意第一个包需要的依赖很多 其中包括KMode组件 因此只建议这样用自带的包管理器来安装 而不要尝试自行去找IPK后手动安装 因为你找到的KModeIPK大概率对不上的内核版本号 哪怕通过命令行强行装上去 也不见得能工作 选择官方OP或者IMM无非看中它们靠谱的软件包仓库 装完之后去到Lucy网络接口添加一个新接口 选择WellGuts 我刚刚不是装过的WellGuts全家桶 这里怎么选不了呢? 不慌点击系统 启动向Network重启 将网络配置脚本重启 此时再次添加新接口就能选到WellGuts了 名字建议取得有些区分度 这里就选择CWK 点击创建接口或进入一个新的对话框 第一屏常规设置生成新的密钥队 建议选一个五位数的高位端口号 我这里用23333 这里接口选定一个IP 这个IP不能落在你当前路由器局网的网段内 比如这里我选择了10.10.0.1 为了避免含混 当前设置中先将子网野马指定为32 然后记得勾选5主机路由 注意填完IP和野马后得点击这个加号 相关设置才算记得上去 第二屏高级设置就没什么要动的 跳过 第三屏防火墙设置 我们在后面左站直跳过 第四屏DHCP服务器设置跳过 第五屏对端设置是重点 这里为笔记本手机等其他设备生成配置文件的地方 这个界面在22.03集合以后的版本 大幅调整过交互逻辑 与21.02集以前的版本的界面很不一样 我们这里只演示新版界面 添加对端会弹出一个新对话框 在描述这里起个名字 我们这里填iPhone 接着生成新的密钥队允许的IP 这里填你想给手机分配的虚拟IP 不要和局域网的网段重复 我这里填10.10.0.2 指定野马为32 接着勾选路由允许的IP 这一步很重要 接下来点击保存 这个对端就算创建好了 会退到上一集的对话框 继续点击保存 画面会回到Lucy 新建的CWK接口处提示你有多少个未应用的更改 点击它保存并应用 这个设置就成功提交了 好我说挺挺 阶段性复盘一下 毕竟光演示怎么点鼠标肯定是不负责的 据这一段用到的命令学不学得会 不打紧 只是用来演示原理 WellGuts直接集成在Linux内核中 无论是效率还是性能都比较理想 它是只能通过写配置文件的方式来配置 这时就轮到的OpenWIT的东西界面来救场了 点点鼠标就能帮你完成公钥私钥的生成 配置字段的生成 接口和启动的操作 不妨 SSH 连接路由器 瞧这个命令 注意这里的CWK严格区分大桥写 就能看到传递给内核中 WellGuts模块的真实配置字段 WellGuts通过改写系统的路由表 来决定将哪些流量送进虚拟隧道中 作为验证 用IP-ROOT工具可以查看当前生效的路由表 不妨再加一个GRAP筛选 只看CWK接口相关的路由 输出结果也不难理解 当系统收到发往10.10.0.2的包时 会将其交为CWK接口处理 这个就是前面必须设置对端IP 和勾选路由允许的IP的原因 你不这样操作 那么就不会有这条路由表 不过 另一个系统中 包的去向也同时受到防火墙的控制 还要做内网穿透的话 还得打通CWK接口与局域网网段之间的相互转发 目前CWK接口还没有设置防火墙 因此相比浅绿色的LAN接口 浅红色的WAN口是没有颜色的 下面我们就给它配置防火墙 LUCY网络防火墙区域 点击添加 创建一个新区域 同样建议一个有区分度的名字 我这里选择传玩客 入战数据接受 初战数据接受 转发接受 勾选 MSS前置 覆盖的网络这里选择CWK 这里是之前创建接口 接着在允许转发到目标区域 和允许来自原区域的转发 都选择绿色LAN的区域 其他设置保持默认 保存即可 再点击画面最下方的深蓝色的保存并应用按钮 将防火墙设置为改动提交 名为超玩客的防火墙区域配色 不同于已有的WAN和LAN 此时回到接口设置这里 会发现我们创建的名为CWK的接口 已经有了颜色 说明它被纳入了名为超玩客的防火墙区域中 超玩客区域允许和绿色LAN区域互通数据 所以局域网315网段的包 能顺利从LAN区域进入到超玩客区域 经过路由表拍了之后 就要由CWK接口处理 也就是进入了虚拟专网隧道 而对于局域网外的设备 也是同理配合拓普图来看 先将WellGuds程序的监听端口固定为233333 因此外部设备通过红线所示的 公网链路走WellGuds协议 连接上路由器的2333端口之后 逻辑上就相当于加入了路由器搭建的虚拟隧道 如黑色虚线所演示 外部设备发往局域网设备的包 经过路由判断后 从虚拟隧道转参到了LAN区域上的LAN接口 也就是图中绿色的部分 而实现了内网传统 拓普图就能看出 从公网走WellGuds 连接上路由器的2333端口 就能进入虚拟通道 据继续走IPv4还是IPv6倒是无所谓 我们工作时是南京电器的2000兆宽带 购往IPv4早就不给你了 不过Modern都是有IPv6的 那就搞起 OpenWT Modern开了IPv6的防火墙 所以需要手动设置以后 才能允许外网主动访问路由器的2333端口 LUCY网络防火墙通信规则 新建规则 我这里叫CWKinbound 协议选择UDP 语言区域选择浅红色的 Y目标区域选择设备输入 目标端口2333 操作为接受 然后切到高级设置 地址足限制为仅IPv6 保存 保存并应用 LUCY网络接口 找到先前创建的CWK接口 编辑设置 切到对端一栏 编辑先创建的对端配置 拉到最下面有一个生成配置的按钮 点开 如果你先前成功安装QI-Incode的包 这里就能看见一个大大的二维码 先召集我们微调加设置 连接端点这里 如果你通过了OpenWT官方DDNS 插件配置过DDNS 这里就会直接帮你填好域名 如果没有的话 点开下拉菜单 手动填好你路由器的购网IP 或者域名 允许的IP 我们只希望做内网穿透 因此插掉两行默认设置 转而填上自己的局域网网段 比如说我们这里填就是 190.618.31.0-24 再填一个OpenWT的虚拟隧道中的IP 或这里就是 10.10.0.1-32 DNS服务器同样填写 MWT在虚拟隧道中的IP 但是不用加野码 所以我这里就是10.10.0.1 转上的完了 配置文件就能用了 这里没得插一条悲伤的消息 这个调整对端配置 生成二维码的功能也是22.03和以后版本才有 不议切的观众可以自己试试 21.02和以前的版本是什么效果 接下来就是设置手机和电脑 iOS需要切换到美区去下载VLGAS口味道 具体的方法就停 自行搜索了 安卓用户和电脑用户都可以去官网下载安装帮即可 手机上扫左边的码即可 电脑的话就要新建一个新隧道 将右边的完整配置文件复制进去就可以 此处也要给隧道起个名字 但没什么特别要求 那么将手机或者电脑的WiFi断掉 通过流量尝试连接虚拟隧道 用局域网IP去远程控制电脑也成功了 除了上面也十字的案例 自然可以远程开机 还可以脱离米家和HomeKit 直接远程控制局域网中的Home Assistant 这两个案例我们后续也会做教程 大家保持关注了 案例多了 哪怕是第一次接触内网穿动的观众 也能总结点规律出来 总共来说 连接回局域网环境之后 能整点啥活呢 就全看下大力了 比方说前一阵子出了比较热门的 患瘦怕鲁的私服 也并不是非要花钱买VPS才能搭建 你完全可以在家用自己的电脑搭建 而别人只需要挂上你的虚拟专用网 就能正常访问 与你连接 而且相比直接做端口转发 返向代理之类方 通过虚拟专用网实现的内网传统有些独特的优势 既然居于网内的服务 实际上只对加密隧道内的用户开放 本身就不是公开传播的 自然也不太需要担心SSL证书 建站备案之类的事情 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 不知道你学会了搭建虚拟局域网呢 欢迎留言带大家们与我们交流 关注我们的观众们不要点赞 喜欢当个点赞 因为我们是全职的YouTuber 你也不点赞和订阅 如果想购买电脑的话 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 常安客系列OK 如果想购买电脑的话 也订阅电脑常安客的数码 或者淘宝所招买的常安客 谢谢常安客 我们今天给我们下期见 拜拜